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lliam Tan 很高兴的我今天能为大家分享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其中一样工具 那就是冥想 那我自己本身是在2015年4月3号 和我的贵人Ken跟永胜 一起上了金刚商法的123街工作房 然后过后我还上了4街跟5街的工作房 还有7街跟9街的这个静修营 那来临的10街静修营我已经报名准备去上了 那在我还没有进入分享冥想带给我的改变之前 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大家 在没有开始认识这个体系之前 我是一个情绪非常容易动怒 可以说是脾气非常火爆的人 常常会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 我就开始作狂 开始就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人开始就会对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发脾气 这样也造成我的生活是一片混乱的 那个意识的方面几乎是处于一个混乱的局面 人也不能好好的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做好来 可以说是每天生活在一个 我们可以说用行尸手肉来形容 生活中不懂要做什么 非常的盲目 那在我去上了一二三街之后 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去实践我们学到的几样工具 其中一个就是冥想 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学习冥想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一直以来在我的生活 这二十多年来我都没有接触过冥想 并且也不知道冥想真正的做法如何 然后通过了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 我才慢慢的发现 哇 我爱上了这个冥想 到现在为止 如果我要是一天没有做冥想 其实我就浑身不自在 我几乎每天都会调闹钟五点起来去做冥想 让我的意识可以整天下来保持在非常清晰 那影响带给我什么改变呢 冥想带给我的改变就是 现在我本身的脾气 应该最少减了整六十八千到七十八千 还有三十八千要去实践 向老师再学习新的冥想 然后在工作上的环境 跟家庭上的环境也改善很多 尤其是家庭上的和谐 跟老婆之间的恩爱程度 跟孩子之间的沟通更加密切 那当然在座的有很多都是我们的旧同学 大家都对冥想不陌生 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课程 每一阶都有不一样主题的冥想 所以在这里我很想鼓励所有的同学们 一定要做冥想 要是你在做冥想的时候 你遇到了一些困难 你记得要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的工具 那就是四步骤 去找一个跟你同样有冥想问题的人 去帮助他 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找一个你长期的读书会 告诉这个读书会的组长 说你打算在这个读书会做助理 去服务更多的同学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当你去读书会服务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自己必须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榜样 你必须要去运用工具 还有你会不断的去跟同学分享怎么样使用工具 这样其实你都一直在种种子 一直在帮助你把冥想做好来 当然最后我还鼓励一些 要是没有上过任何课的同学们 记得要去上我们的金刚体系的课程 因为在那里你会拿到真正的工具 它能帮你在生活上的突破跟改变 那在这里最后 我还是要非常感恩带我进来的贵人 Ken跟永胜 好,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